我們來歡迎這場議程的講者徐曉夢 全平台前端遠程調製的那些事 各位,大家好 實在不好意思讓大家就冷 完全沒有畫面 沒有畫面是嗎? 一波三折 感謝大家來參加我的演講 我這回講的是全平台的前端調製 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多少的同學是做前端開發的 能舉一下手嗎? 那行 這回會涉及到比較多的,比較零碎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需要自己一點聽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可以隨時打斷我,來給我提問 好的,然後我來講一下 這回就是說,首先我們要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前端開發領域 就是說我們的開發模式還是以這張圖上為準 就是說剛開始我們會進行一個coding 然後不停地進行一個test 最後才到一個生產環境 那實際上這裡面是有割裂的 就是說當我們的開發者 主要會在前面兩個階段進行大量的工作 但是在最後一個production的一個階段 其實我們主要是用戶在那邊幫我們發洩問題 所以說當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主要的平台是在電腦上面 對吧,大家都知道 然後但是實際上在現在的網絡環境來說 大部分的那個流量是來自於移動段的 Mobile還有各種tad之類的一些設備 所以實際上呢,對於現實來說 實際上我們是有很,在前兩個coding和test的環節 和最後的生產環節是一個很大的個部了 在我們的開發時候 我們有很多的工具 那個環境 然後包括時間啊 然後包括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各種亂七八糟的一些東西 都會幫我們配合 然後我們甚至會自己搭 但當我們在生產環境的時候 實際上是沒有任何的反馈的 因為我們的網站 我們的系統一旦充去了之後 我們是拿不到任何的反馈的 對,然後除非是我們接了一些自己的系統 包括我們像我們的,然後實際上 我們也很少有這種solution去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我們如何在一個遠端 調適我們的網頁,我們的頁面 對,然後 但是就是用我們自己的環境來進行這些作業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頭疼的 令人頭疼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我們來分析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會考慮到這兩個方面 因為我們的頁面大多就分為這兩端 一個是PC端,一個是Mobile端 對吧,然後,但實際上PC端面臨一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有很多的瀏覽器 是老的瀏覽器 它不符合那個W3C的標準 對,然後第二個 就是PC端會有各種外形方的插件 在IE時代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經常發現 我的IE它被網頂的各種外形方的插件 包括現在的Chrome環境 也會有各種的外形方的插件 但Mobile呢,這邊會有一個響音式的問題 對,大家可以看到那個AdMedia這個標誌 第二個就是Mobile最大的一個頭疼的地方 就是它自己本身不帶 可以讓我們人眼看到的Console控制台 所以這一點是困擾我們非常大的 因為當你頁面出錯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這玩意卡在哪 這個問題出在哪 所以說,這是非常任意頭疼的一個問題 另外,它們兩個共同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有Viewport的問題 這就是說,咱們的頁面出去以後 它實際上是在各種各樣的尺寸的環境下 這些顯示的 你不能保證說每個尺寸都符合你的預期 對,設計師出來的一般的條件 都是標準尺寸的 但實際上,特別是在安卓網頁 有各種各樣的亂七八八尺寸 第二個就是一個兼容性 兼容性的問題 對,現在的前端 大家瀏覽器廠商已經做得還可以了 在之前,IE時代的時候 大家各作為證 所以連API接口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點是非常 假設你只做了符合一種兼容性的一個策略的話 可能會在有些設備上顯示的不正常 或者表現的不符合運行 所以說,但是,這都是一些其他的 就不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問題產生的時候 它是沒有在你的手邊的 你根本沒法獲得假設 就比如說,你在台北 但是你的一個同事是在香港 他們聯力開發 但是,他那邊出了問題 很難跟你描述清楚 這是非常打扮的一件事情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的根源 所以說,我們這邊 對於這個東西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借助了實施通信的一個技術 對,我們把我們從遠端收集到數據 放到了雲端 然後從我們的本地 從雲端獲取到這些數據 然後,當我們要反饋的時候 從本地發送請求到雲端 然後再在遠端接收到這個請求 以此來達到這個數據互通的這個目標 對,所以說實際上 當你想通了這個原理之後 剩下的東西都是銀燃而解 實際上你在遠端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段腳本去獲得到你想要的數據 傳到雲端 然後雲端實時的發送給我的本地端 然後進行這樣一個調式邏輯 所以在這個邏輯上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只要想通這個問題 後面都是銀燃了解 所以在我的選擇裡面 Firabase有多少人了解過 對,這是谷歌的服務 對,然後在國際上 我們一般用這個東西 Firabase 然後在國內的話 可能會用野果雲 但實際上如果大家 對比過這兩款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個大陸的網絡環境 野果雲的 它的響應速度 是比Firabase好很多 所以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用這個 這不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這我也沒收他們廣告費 大概是這個 所以說 我們開發了一個很有趣的小玩意 我們自己來用 都會開用 都會把地址給你們 這是我們一起做的 這個 大家在做的有沒有玩網絡遊戲的 有沒有玩魔術世界的 對,這是取自魔術世界的一個角色 是德魯伊 對,然後我們希望他就跟那個角色一樣 就是非常快速 非常快速的響應 對,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技巧 當然將圖是我網上這邊找的 然後 我現在可以給你們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工具到底做了些什麼 第一個,它在遠端的話 它會進行一些圖合的作業 就是說它第一個能獲取到所有 console 的 log 然後它能在遠端自己選擇我的元素 然後我可以監控我所有的網絡請求 包括各種資源 包括 Ajax 請求都可以監控到 然後後面就是說我可以獲得我的遠端的設備的一些信息 包括 User Engine 還有包括我的設備的尺寸 對,然後後面還有說我可以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依賴一些比較先進的 API 但是某些設備可能不支持 所以我必須要在遠端探測這個 Future 是不是支持 就比如說遠端的瀏覽是否支持一些 API 然後還有一些額外的小功能 然後在我們本地的端呢 我們就可以說 對遠端的一個down元素進行 那個樣式的修改 而包括我在本地 像本地條式一樣 上傳 JS 代碼到遠端去執行 對,還有甚至是獲得各種的 Ajax 請求 包括他請求的結果 然後還有一些偶愛小功能 對,所以說我現在可以給你們演示一下我們的這個東西 那,我這桌面有點奇怪 我可以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個東西 首先,這是我的手機 假設這台手機,咱們在香港 我昨天晚上連夜做了一個頁面 我稍微看一下,大家稍等 然後我用這個 然後我用這個 這個是一個按 跟我們這裡看到 就我會用一個設備 只是為了播放我這個 這裡網路有 這個有WiFi 這個有WiFi 我會把我安卓這個手機上的畫面 投影到這裡 所以大家就不用看到我的手機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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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WiFi 那是WiFi 我會把這的畫面 也給大家看 我會把這個畫面 看到這裡 的畫面 先進去 這個畫面 我會把這個畫面 在這裡 就沒有看到 我會把這個畫面 真的在這裡 有些畫面 我會把這個畫面 然後就有些畫面 因为这个头颖可能就是我不拆电的 所以我得在这里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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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手机看来是连不上这个 所以我用移动端的开发代替 这是我做的一个测试页面 当然大家可以 它是一个手机移动端的页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 我 其实我们在这一端其实假设它是一个 我们debug端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 我设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 OSCAF的一个连接点 就是连接到关卡的那个页面 OK 它已经成功的连到远端 所以当我在就是手机端的时候 我可以进行很多的行为 比如说 我可以看到说它的那个设备的一些信息 它的尺寸 我把这个窗口看一下 然后它的设备尺寸都在这儿 这是我刚才那个手机的设备 然后它的Uter Engine 然后它就包括它的Location 然后包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Pixel Rate 然后这个 这个首先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在实行这个开发会图的时候 必须要参考这个书信 所以当你如果 因为上有开发的时候 当你表现不驾倒 很有可能是这个书信的问题 对 然后当那个 然后当我的URL变化的时候 我这里设定了三个图 可以看到我URL变成了1-3 然后实际上它这边也会实时的显示-3 OK 然后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 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可以在这里选择我的AMN 这是我自己模仿 然后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小的页面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选择 然后在你的远端 就可以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实际上这两边 其实完全是可以在地球各地 这个页面可以在台北 这个页面可以在美国 都无所谓 然后实际上我可以在这里 直接改它的一个样式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红色 把它把它改成 然后当我确认的时候 实际上 这边已经改成红色 所以用这种方式去调试的话 就可以像远端调试一样调试问题 然后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设定一个很简单的JS 我在这个.submit 会把这个log 打到cosl那里 所以比如假设我们 写close 好 然后 ensubmit 然后实际上在这一端 我可以 可以看到它已经拿到了 而且我可以直接在这 那个执行JS代表 比如说1加2 然后这一段代码 会被传到远端去执行 然后远端会拿到我的结果 甚至我们做了标准化的错误集成 比如说你打的那个是错的 然后它会到这一种 暴走 甚至会有一些更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A是一个undefined 所以会在这个点暴走 所以我们会定位到这个暴走的点 所以实际上用这种方式去调试的话 会更直接更直观的去那个到远端的那些东西 对 这是我们可以获取到它所有资源 我们请求这些东西 然后当后端有 这边有AJAX请求的时候 我这个绑定的AJAX请求 你可以看到我们Network 实际上是有一个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本地的 这是本地的发送 然后在远端的话实际上可以 不好意思 有点问题 可能是网络有点问题 然后我们不管 总之这边会 总之这边会 总之这边会有一个 那个 获取到它的那个连接 然后 最主要是 刷新的页面 我这个页面是换在股内 所以可能有点 后面的刷新 然后当我去 持有一个AJAX的时候 这边可能网络真的有点问题 但是 我 不管 反正这边 这边是一个 刚才我说的 我们去探测远端的 对 这边 其实正常情况下 它会过去到的 因为它可能是在 台湾的网络 连到国内 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 它这边没有获取到自己 这个 这个代码是用来 我们 探测 远端是否 对 它的Moderizer 是一个 大家应该都不看 然后它是用来 探测远端的 那个 设备是否的支持 然后实际上 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处理 就是说 假设你在Moderizer的 那个库里面 把 它的代码拿到了 你只要在这边 粘贴上来 就可以 然后 提交到远端 然后过去到 它会告评远端的 这些执行 所以很多 比如说 Ilder是支持的 但是 WebSocket Datapace就不支持 对 所以当你使用这些 使用这些API的时候 你就可以 有一个 就相当于 一个预知 我这个可能在远端 执行 然后问题可能 出在这个点 然后 另外 我们开发一个 很有趣的功能 就叫Truck Truck的意思是 我能复现用户的一些行为 给干净的页面 假设我们 跟用户实在沟通不了 我们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我们会要求他 录制他自己的行为 我们可以在这里 开启 开启录制 然后 比如说 我把 然后在这里 打一些 12345 然后 这样子 然后 甚至按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 把它关掉 实际上这段脚本 这段行为 已经被录好了 对 我们可以在远端 获得到这段行为 OK 然后 甚至我们可以 重播这个 当我们 把这个脚本 保存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 重播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重播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 就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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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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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你原来的那个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重拨这个用户在他之前产生的问题 甚至还能做到什么呢 一个把这个脚本当成一个测试脚本 然后发送到各个对主机上面 然后进行一个同时的一个实体测试 对 这是我们已经实现的一个功能 好的 我们先回到这个 我回到这个Pnote上面 待会儿如果网络好的我们可以试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实际上刚才这些功能的演示 实际上我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整个体系的架构 回去吧 好 谢谢 对 实际上我们这个库分为三个库 这个工具我们把它分为了扩展性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库 第一个是它的主体 这个主体 Google这个库 是注入到了远端的一个页面上 然后它主要的逻辑是为了获取到 刚才说的一些数据 包括Consular的Log 然后一些乱七八糟一些信息 OK 但它要配合另一个库叫Connector 这个Connector的作用是 我把Google的主逻辑给分离了出来 因为我可以在主逻辑外面对接各种的云图台 包括刚才说的Firebase 包括WildDog 包括我们自己搭的WebSocket服务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重写这个Google点Connector就可以 因为Google输出的数据是一个它自己的标准数据 只要后面对接的Connector不同就可以了 所以前两者组成了远端页面的一些功能的脚本 OK 那后面的一个Connector和Debug Page 是我们自己开 就是 如果自己要去实现的话 你就要实现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合起来就构成了那个Debug Page 对 然后Debug Page里面 它会用Connector去圆端拿取数据 所以说这个Connector和 是连接这两者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库 所以说当我们 从数据流上来讲的话 这三个库的 这三个库的数据流上这么样 就是说在Google收集到数据 然后用Connector去转化这个数据 然后最后放到Debug Page 但如果Debug Page要对远端进行操作的话 就是它自己生成一个Command 然后使用Connector去Transform你的Command 然后在远端拿到你的Command以后去运行 所以说从数据流上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说我们来讲一下Connector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分传 就是因为从逻辑上来讲 你的这个库如果要进行一个扩展的话 势必会进行一代一代的迭代 甚至你的那个后端的存储的Cloud 是会变成的 所以说当你主逻辑不改变的时候 你分离出这个连接器是非常有功能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实现了两个连接器 分别对应国际的场景和国内的场景 一个是对应Firebase的服务 一个是对应Yeggo的服务 对 所以 然后我们 这一点就是Connector本身 它需要承担那些职责 然后讲回到Google本身的话 其实我们提出了一个叫Connection的概念 就是我们每一个节点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模型里 刚才我们实践是一对一的 但它实际上可以多对一 多对一 一对多 实践可以实现到多对一的 就是说一个远端 然后很多的一个remote端 对它进行同时的一个表示 对 但为了不互相影响的话 我们就认为每一个端 包括远端和包括本地端 都是一个节点 然后他们是会随机分配 给他们一个Connection ID和一个Tick 然后这两个东西保证了 我永远能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线上 对 然后每个端会在定时去更新它的那个Tick 就相当于它的心跳 然后每一端都会接收到它这个Tick 然后认为它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 就是组成了这个系统本身的那个 就是互相连接的一个功能的一个 一个功能的一个基础 对 然后至于这个log就很简单 我会把 然后它这个log就很简单 就会把console ID.log 还包括console ID.ho 这种级别的那个 控制台的那个输出 会把它把它那个 draft一下 然后再形成新的console ID.log 然后塑造它的windows上 这是一种 比较黑的一种做法 但是呢 形质有效 OK 然后我来讲讲 刚才演示的这个command command的系统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在我的那个 debug端 我会发送 组织一个command 比如说刚才我们打的1加1 然后发送到那个远端 然后它会去用那个1过去执行 然后这个执行的时候 会返回一个正常结果 一个2 但实际上这个执行会有一个 呃 大家有一个要注意点 如果大家要使用这个 eo这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坑 因为每一种浏览器 它对那个错误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包括message 和那个错误的堆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边 呃 如果大家有兴趣 要看看那个 google这个库里面的对错误的处理 我觉得一段函数是专门来包装那个错误 然后输出一个标准的错误 ok 然后呃 所以说在这里 如果假设它获得错误的话 会返回个远端 然后远端把这些错误给显示出来 包括行数 包括列数 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说呃 这个工具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去真正调试的时候 大部分是在这个网上 然后 然后 对 这是那个错误的那个函数 大家可以随便看一下 其实呃 其实呃 呃 其实 呃 反而是Firefox是最标准的 大家认为这Chrome其实是不标准的 对 嗯 然后 我来讲一下 下面这个是Element的一些系统 就刚才我们演示的 从远端选择 呃 选择 元素 然后在那个 呃 本地端进行方式 包括一些 呃 改变它的那个 样式啊 或者选择它的复备 复备 因为有时候你的 你的那个元素 会叠在一个另外你想要知道的元素之上 对 那这时候选择的时候 其实 远端不可能把整个HTML给你 因为 现在的 现在的 比如说React Rio 生成的HTML是很庞大的 如果传这个HTML是非常不合算的 所以说 基本上我们都是 呃 传它的 兄弟节点 然后包括它的腹肌节点 对 把这些传进来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 按图锁机 你可以找到任意你想找的节点 假设它把你后面的 Clack时间 或者后面那个节点给挡住了 你可以选择它的PR 去找到它这个节点 对 所以说远端其实是也能选择节点的 那个 本地端也是能选择节点的 反馈来互相反馈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当你 改变它的 在本地端改变它的那个 Style的时候 然后我会把这个命令 根据 通过刚才的Command 系统 传递到 那个 远端 然后进行执行之后 然后同时一个反馈 就是更新到你的select 的节点上 然后再反馈到你的 本地端 对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单向数据流的一个 过程 并不是说你本地改 然后到时候 远端如果没有执行 这是不可能的 假设你本地看到你执行成功了 远端肯定执行成功了 对 然后所以 这是一个 我们那个 Element系统里面的Command 暂时支持这两种 第一种就是 修改它的模型 不会把 后面的 那个Arguments 都传过来 然后第二种就是 那个 选择它的父辈啊 Brother 或者它的 Parrot 然后这是我们的Network系统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Resource 和那个 XH XH XHR的那个 一个系统 就是说我会根据下面两个 API 来改 来获得这些内容 然后传到本地端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这里面有很多注意点 就是说 在CORS 就跨 跨域请求的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你是得不到它的State 如果大家去试试看 你就知道监控这些请求是没有用的 第二个就是说 我本身实现了一个叫 Share的XHR update的一个函数 来屏蔽本身 这个 Connector 的 比如说因为我访问Fairbase 肯定通过 OK 那这些请求我必须把它屏蔽掉 因为它不是本身的这个 这个页面的一些请求 第三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获取这个请求的一个 Size 一个尺寸 其实并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 对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 Gent Size 在这个文件里面的那个描述 然后第四个就是 第四个我就不讲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个 Performance of Service 这个是未来一个很有用的一个API 它可以用来监控你的整个页面的资源 能加在一起 但现在这个是不兼容的 对 只有少数几个版本的有关系 对 然后Fature 我就不讲 这个东西大家肯定很随便 对吧 然后这个User Track 是刚才那个 那个 我们演示的就是重播的那个过程 对 它实际上是那个 我们在Windows上发行各种事件 获取了之后 然后传到那个云端 然后在replay的时候 其实是根据这个事件去编写代码的 而不是直接去触发事件 对 这就是我下面要讲 其实很多像Mouse Touch 如果你单纯把这个事件 传递到那个 就是 Dispatch到你的Button上面 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Button是不会触发的 这一点你就可以去看看浏览器的安全协议 它是不会触发的 所以你必须去 获得这些事件 因为远端去重播的时候 你需要执行Collect的事件 就手动去执行 对 然后实际上我在这里有一个定义时间 就是说我的下一个动作 是在前一个多少的时候 我是用的是Proformance 这个API很有用 大家在平时做自己页面的时候 肯定可以用这个 它的那个效率会比 那个Data的Data好多了 对 因为它不会打断你的渲染 渲染性 对 然后它也不会影响你函数的这个 运行时间 它是直接从系统里面去使用 然后还有一个最恶心的问题是 安卓端 安卓端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端 就是说当你去监听安卓端的T-Press 或者T-Update Done或者T-Update 事件的时候 你是获取不到它按下的那个扭的 到底是A还是B 你只会获取到299这个数字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299呢 你是 你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你基本上 如果要监听 移动端的事件的话 包括你平时写代码的时候 你只能去监听英扩的事件 对 只能去监听这个元素的英扩的事件的改变 来获取到它这个元素的 是否有人对它进行输入 对 你用KeepPrice是获取不到的 对 所以这是我们一整个 那个架构的一些 一些detail 对 然后下面是一些 我可以认为你们如果 自己不想去做的话 可以去参考一些 当然你要付费的一些项目 像包括 Mouse Blower 像Lockage 还有像Fallstory 但是 实际上我最推荐的是 大家自己去实现 因为我们的业务 可能会要求你们 有些特殊的定制 然后下面是我 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库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都是开源的 然后 可以去那个下载 然后自己去玩玩 很简单 然后 下面是一些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加油 这是我的个人网站 然后 这是我的gethub 我的大部分项目 都在我的gethub上 然后这是我的微信 如果大陆的朋友 有微信的话可以下来 最后我就说一下 我来自BitRabbit 是一个数字货币交易 我们的base 是在杭州上海的洛杉矶 如果大家有想找工作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好 谢谢大家 謝謝